大家好,歡迎收看GameplayHK GTA終於出了《不移之才2》的更新 我們這次看看它有什麼新的坑淺道具 這次更新,飛機是沒有新的 我們看看汽車有什麼 就是一部旋風鬥歐者 就這樣看這部車,很明顯是玩拉力賽 玩越野的車種,你看看那輛多大多高 這部真漂亮,70多萬 不錯的 還有什麼呢?這個威脾奇 其實我對那些老爺車是一般的 大家覺得怎樣呢?這個風情黑旗 又是很老爺車款 這次也出不少這些車 這部特別了,T20 它形成形在,彈片揭起 還有其實它是有定峰翼的 不過要你坐上車開車的時候才會有 我們稍後去看看這部車的實物 現在先看這個介紹 超快,800匹馬力 神經病 這部車售價兩百多萬 這部車售價兩百多萬 不錯啦 我覺得這個價錢的超跑 比較合理,比上一次是好很多的 丁卡的裝甲戰車 其實電單車是人包鐵的吧? 究竟它有這麼強的裝甲有什麼用 我們騎上去有什麼事 都是被人打死的 這次更新的災據 只有這幾部車 接下來我們去看看 有什麼新武器 武器方面 就有射手手槍 開槍越多 裝彈的次數就越多 所以最好就是彈無虛法 就是說這支槍的裝彈數是非常之少 你開得多當然要上彈 上彈多一點 如果你射失的話 就真的不幸運 你要上彈 你就很大機會被敵人打中 先買它 顏色方面就有這些 大家喜歡哪種色呢? 買完就算了,很貴 幾千元買些沒用的東西 接著手指斧 這個是我很喜歡很喜歡的武器 GTA近戰武器本身就不多 通常我們用刀仔、警軍等等 其實手指斧是很漂亮的 我們看看它的設計 你看看有花紋 是不是很棒? 說實話,這個不買是不行的 直接買到它 買了之後 其實它還有其他不同的花紋 我們可以欣賞一下你的花紋 那不同的紋 哇,這個巴勒幫你看看 看到都覺得同 可不可以各樣都有啊? 這個淺 鬼不知道你發錢寒 真的 這個搖滾媽媽的 這個,仇恨分子 咦? 這個Love 這麼LV 這個花花公子 哇 這個真是 去賭場玩呢 贏了 你看看 還有一條煙 在這裡 王者無敵 哇,我喜歡這個 這個很漂亮 你看看 有王冠的 還有這個 哇,很棒啊 那大家喜歡哪一款呢? 我喜歡這個王者無敵 先買它 沒錢啊,很窮啊 那我們出去看看這兩件武器 好嗎? 手指斧 外觀上就是這樣 我試試用近一點的角度 給大家看看 不過呢 呃 可能造型的關係 就不太容易看到 我們試一下第一身視點 看看會怎樣的 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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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 看到了 自己戴了手指斧 那我沒有其他東西了 那試一下手槍好不好? 射手手槍 你看看 你看看 那接下來我們看看有什麼新的套裝 那這堆呢 全部都是不義之才更新的套裝 這套 誘惑女神 大家覺得它有沒有誘惑? 嗯... 一般的 Sexy 一點就誘惑了 珠光寶器 哇,這件很漂亮啊 你看看 這個鬼符的樣子 嘻 嘻 嘻 搞什麼呢? 這次的套裝很一般 你看看 那大家喜歡哪一套呢? 剛才誘惑女神就比較好看 那這次套裝方面就只有這些了 那還有其他的配件 那就好像帽就有這些了 那褲方面就有皮褲新增了 那有幾款顏色 那好像紅色的對比比較大一點 大家覺得怎樣呢? 那上衣方面就有大衣和毛衣 那就有這件綠色和海軍藍的封衣 那毛衣方面就有這幾件 大家喜歡哪一款呢? 那總共有16件更新的 在毛衣方面 其實眼鏡也有的 手錶就有幾款新的 iFood 還有這些名牌手錶 那大家就可以買一隻自己喜歡的錶 來襯衣服 那另外就是手環 我們近一點看看 那可不可以舉起給我們看看 那項鍊方面就有這些 不知藍裝有沒有什麼不同呢? 那一會兒我們鑽上藍裝看看 那維根就一定要穿了不以之才的jacket才會見得到 那就有這幾款 看完女角呢 我們看一下藍角 那這個就是藍角的套裝 那我覺得藍角套裝呢 其實真的比類角型好多 那這次如果大家有藍角的話 都應該要花不少錢去買衣服 那另外還新增了一些大衣 就有這裏看見到的這些 看見到都覺得熱 這樣的天氣 那T恤還有這幾款 那因為種類就不夠女性 所以在T恤方面就補足非常多的款式 那很多看上去都是幾型的T恤 那這次很照顧藍角 那我就覺得 那大家覺得這些衣服怎樣呢 那另外上衣方面 我還有母衣是有更新的 不過母衣的款式 我自己覺得就一般 那大家可以看看 那自從上次更新的耳環之後 那這次都是不少的 那造型也是挺漂亮的 那最後到維根 那記住要穿了jacket才可以用得到 那服裝方面就介紹完了 我們去看看載具吧 那很開心 網友Money就借了一部T20超級跑車給我們做介紹 那這部車特別之處 就是當你開車的時候 頂峰也是會自己自動的升上來 那當你減慢車速 又或者停車的時候 那尾翅就會自動收起來 是不是很帥呢 我們去去光晚一點的位置 去看一看一看一看 走紅色 挺漂亮的 那轉一下第一身試點 看看車裡面是甚麼樣子 車的籠就是這樣的 哇,蠻舒服的 後面還有T20的標誌 現在就來到改車王 看看這部超級跑車有甚麼可以改裝 麻煩Money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就是原廠的保險缸 然後這個就是副色叫賽車級保險缸 最後就是賽車級探籤保險缸 這個就是原廠排氣管 然後就是橢圓型排氣管 然後就是賽車型排氣管 然後就是鋁合金排氣管 然後還有引擎蓋 這個是原廠的 然後就是通風式引擎蓋 這個就是雙通風口引擎蓋 然後還有車頂 這個是原廠車頂 然後就是車頂通氣孔 然後就是鯊鯊 然後還有側棍 這個就是原廠側棍 然後下面就是鯊魚皮側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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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另外還可以改主色和副色 主色就是這隻 副色只有車門兩邊 這部T20超跑的改裝大約只有這麼多 好,我們先去看看其他已經買了的車 我們就有這個非凡風情黑棋汽車 實物就是這樣的 幸好有鯊鯊借出 不然我們也不夠錢買 好貴啊 接著到月夜車 船風鬥勾者 好帥啊 我看看裡面是什麼樣子 內裝就是這樣 我們也要看一看這部車的外觀 其實我真的蠻喜歡月夜車 你看看多帥 值得買一部擺車褲 接下來我們還有定卡 裝甲子車 這部車就由阿源借出的 好帥啊 有加速系統 有加速系統 即是跟打劫任務那部車一樣 那部車就叫兩顆托 沒錯,那我們駕車出去繞圈 先繞一下風 這部車都頗順暢 一給油就去 加速系統 哇 這次介紹的就是七七八八 最後來到紋身這裡 這次的紋身 都頗漂亮 我就逐一去展示給大家看看 手臂這個比較難看得到 有分上下臂 這個漂亮 我覺得它好帥 但是呢 你就要不穿衣服 或者穿短袖衣服 才會比較清楚地看到紋身 接著到另一邊 大家留意一下 左右兩邊的紋身是不同的 所以你就要看回 究竟你要怎樣紋化 是不是很漂亮呢 那這次《不易之才2》的更新 就到這裡了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 往後 走 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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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